大家好,我是小莉 今天分享一个我家宝贝特别喜欢的早餐饼做法 柔软,香甜,又营养 一起来看一下 我准备了两根小香蕉,一颗鸡蛋 香蕉的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适量的增减 去皮以后放入大碗中 用叉子倒成泥 尽量倒的碎一些 然后把鸡蛋打入碗中 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白糖 再加入180毫升左右的纯牛奶 大约50克的面粉 用筷子调匀 最后我们调成这样 稀一些的面糊状 平底锅提前预热 刷薄薄的一层植物油 用小勺盛入面糊 做出小饼的形状 尽量整理的圆一些 不要太厚了 做这个小饼的时候 我们要一直保持小火慢烙 加盖烙一分钟左右 烙着小饼变色了 然后在上面薄薄的刷上一层植物油 再把它翻过来 烙另一面 这时候可以不加盖了 烙大约半分钟左右 可以适当地转动一下 这样受热会更均匀 时间差不多了以后 我们再把它翻个面 稍稍的烙上几秒钟就可以 然后翻面出锅 这个香蕉牛奶鸡蛋饼做法非常简单 口感细腻柔软 满满的奶香味 每一口都有牛奶鸡蛋和水果 给家里的宝贝做早餐再合适不过了 你也赶快试一下吧 我是小莉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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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